18岁进摩特界,22岁驾华裔老总被无情背叛,大胆选择陈关西后如今过程这样。 说起秦淑培,大家只知道他是中国超模军团中的一员,118岁时在梯台亮相就受到关注,在21岁就签约到华裔名下,成为签约模特。 当年由于和前夫的离婚大战而遭到很多人的重视,尤其是在网上手撕网红小三,真是让人大喊太爽了。 他和陈关西在一起之后,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,因为他可是陈关西的终结者啊,为他生了孩子。 如此看来秦淑培还是一个很厉害的人,能够收住陈关西的心,必定不是等先之辈。 在经过和前夫的失败婚姻后,一次机会让秦淑培认识了陈关西,相信在很多人眼中陈关西都不是一个好男人,对他相信很多女孩都是抗拒的。 但是离过一次婚的秦淑培就是决定和他在一起。 这两个人的感情大家也是质疑生于一片,但是两个人还是一起勇敢面对。 陈关西曾经在接受访问时后表示,我和他在一起什么都不管,只希望他能高兴,除了是真爱再想不出任何的理由。 在生下女儿之后,陈关西也彻底的收心,他的世界又多了一个宠爱的人,既然生下了就应该负起责任,现在两个人都很低调,经过很多事两个人也非常珍惜现在的幸福,能够让陈关西做这么大的改变,相信他也足够的优秀。 阿拉雅一岁生日的时候,陈关西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,为了给女儿制造惊喜,亲自布置了现场,双膝跪地为女儿手捧蛋糕,简直太宠爱女儿阿拉雅,从没见过陈关西如此这样的幸福过,这一切都是他的女人秦淑培给的幸福的一家三口。 艾特陈关西在社交媒体上也晒出为妻子秦淑培庆生的照片,并配文甜蜜告白,生日快乐,我的另一半,我孩子的妈妈,也是启发我的人。 你使我变得完整,我为由你而每日感谢上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 либо转意。 你赞 订阅 转意。 鸡 转意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